记得订阅三立华剧 以及三立电视的YouTube频道 令你开启小铃铛 里面会有预告还有精华片段在里面哦 那这样好我们直接去导游间 然后专访时间去吃东西 车子白轮 今天是你们叫的车吗 哦 是 你好 我们要去转动我们的 谢谢 好的 很荣幸为你服务 这个叫实业评论家到底在写什么 良心哪来的良心 一个账务不透明的基金会 无脑艺人才出席 底下居然还有一堆网友复合他耶 明明就这么有意义的一方 竟然被这个实业搞成这样子 司翼大哥 你知道他是谁吗 当然知道 有最关注华语乐坛的人应该都知道 你是周星哲先生 那那个叫实业的作家一批平 让我们两个觉得呢 我认为那个作家 只是认为每个艺人在这活动之前 应该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而不是失去判断 有很多公益团体 只是希望利用艺人的知名度来替他宣传 你说得挺有道的 像你最重要影响力的人 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崇拜你而模仿你 更应该爱惜自己的语 这确实是我们疏忽的 但当你亲自把一个家庭买不起的电脑送给他们 他们的笑容真的就足够了 我希望你们以后看事情的那个更长远一点 才不会迷失在现在的光环里 司翼大哥 这是我的新书 如果你有兴趣 欢迎了解真正的我 我会的 谢谢你 你究竟是谁啊 我只是一个司机 忘了声音 起草了 我还真的听了 确定对面那个女生真的没有看过吗 没想到史业的笔记本居然会落在我手上 我还要你笑容 这样吧 就要幸福过来 打到